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局局长格纳申科少将在周一表示 明年俄中两国将会举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陆海空军联合演习 以纪念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 俄军事专家日认为 目前俄中两军正在积极筹划8月将会举行的和平使命2014联合反空演习 和空军航空飞标坦克战术等演练 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局表示 2000年中起俄中两军举行了首次的联合的军演 随后每年一次包括了双方远程输送成建制部队跨越欧亚两个地域的机动 双方战斗协同的事件从一开始长达半年的磋商 到如今成建制出动陆海空军只需要一字两个月 双方通过演习所形成的指挥所作战数据链的模块 包含了作战通讯各级指挥所的开通 空军的领航 转场 海军的航保 气象保障等协同的科目 俄罗斯军事专家认为 两军在元首层面的高度互信上 建立了国际新形势下的紧密协同的友军关系 这种友军的体系 主要是得益于双方许多高科技军技的同一质量的标准 也得益于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 中国中高层军事指挥员留学俄罗斯军事院校的经历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留学俄罗斯军事院校的中方军以上高级指挥员 占整个中方军队的一半以上 俄罗斯总参军事学院副院长斯拉沃表示 包括中方的海军副司令员丁一平 沈阳军事副参谋长张岩 北京卫苏区司令员潘良石 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石湘元等 都是留学俄罗斯军事院校的教教者 俄罗斯军事专家表示 今年8月24号至29号 在中国内蒙古诸日和综合训练场 俄罗斯东部军区将派出近千人和8架的米8直升机 4架苏良5前线轰炸机和2架伊尔746运输机跨境参演 而本月22号 中国空军的航空兵分队将赴俄罗斯的利培茨克时 参加俄方空军所举办的航空飞标2014的飞行员竞赛活动 俄罗斯空军利培茨克航空战术中心主任 哈尔切夫斯基少将表示 中方的飞行员将驾驶苏30多用途的尖击机所组成的编队 完成各种的特级飞行动作 包括了反射性 银向剪刀 铜部和银向翻滚等动作 8月4号至16号 中国南京军区选派的四辆新式坦克和两辆全功能保障车 也将参加莫斯科郊外的国际坦克赛 富豪卫视 鲁一卦 莫斯科报道